早上今天晚上七分 歡迎您 十日鎖定中天新聞 立刻聚焦 台中市六月一號 晚間金船死亡事件 就是遊歡派對的偶像團體 藝人歡歡 被發現城市在住宅 而且是已經死亡 目前連線徐玲 告訴大家 一人請說 一人歡歡在昨天晚間 金船生活的消息 而且城市地點就在住家裡頭 那麼根據了解 昨天晚間七點四十五分的時候 警校過門進到裡頭發現 歡歡就城市在床上 而且旁邊放了烤肉架 以及木炭 那麼根據警校上午提供最新的畫面 您可以看到 這照片裡頭發現 歡歡可以說是死亡聖先 因為當時 包括門口兩道門 以及房間的一道門 歡歡完全是用反鎖的情況 那麼警校過門進去 甚至還發現 他用膠帶封住了門窗 以及封住了消防的警報器 可以說是死亡相當的堅定 我們來聽一下 警校人員的說法 我們就是 家屬的媽媽跟他弟弟在現場 他有拿一支鑰匙 他說鑰匙打不開 那應該是 我們就幫 我就幫他打 也是幫他開看看 還是打不開 還是打不開 所以這個 裡面有關鎖嗎 他們其實根據警方的追查發現 其實歡歡在昨天的時候 中午還跟家人用餐 一直用餐到 下午三點之後 才自行返回住處 但是呢 依照歡歡的這個慣例 他每天都會跟媽媽 哥哥或者是弟弟聯絡 但是呢 一直到晚上 家人遲遲聯絡不上歡歡 才會趕緊報警破門 進到住家裡頭 沒有想到悲劇就發生了 那麼根據了解呢 其實歡歡有兩段婚姻 生有三個孩子 那麼這幾年已經慢慢淡出演藝圈 定居在台中 而且主要是投資房地產 那麼歡歡呢 主要投資的標的 也是在台中市的中港路 以及文新路上 那麼這兩個路段呢 都是台中 未來捷運的規劃路線上 所以換言之 歡歡的這個 投資的這個眼光 相當的獨到 不過沒有想到 就在昨天發生了悲劇之後 消息傳到了前夫 江國斌的這個身上呢 這個江國斌還說 他們上個禮拜 才和歡歡用LINE來聯繫 沒有想到上個禮拜 那一通LINE呢 竟然成了最後兩個人的聯絡的 一個通訊的方式 那麼這個消息傳開之後 二號也傳遍了演藝圈 包括了家屬 包括了演藝圈的親朋好友 都相當的悲痛 以上就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情形 將時間交換給朋友主播 好 謝謝伊林連線報導